再跟各位道理女科 是这样的 有朋友问的 说你要不要聊聊张继科这事 张继科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这有什么可聊的 您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搜那位当事的记者 这个叫李维瑶的公众号 我不知道他的公众号叫什么 反正他写了一个东西了 把这前言后我都说得很清楚了 简而言之 当年的张继科跟景田女士 他交朋友 然后张继科是好赌 好赌成性 不光是今儿是今儿如此 他一直也是如此 好赌成性的结果 就是九赌无赢家 就欠了很多钱 是借遍了各个朋友口 他其实也不是说光从景田那弄钱 他的前女友们 纷纷都借给过他钱 好像是袁珊珊还是谁 好像还借给过他300万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些人都借给过他钱 而且不太还 你想赌鬼 他还钱的可能性 基本无限趋近于零 结果他从景田 他欠了钱以后 他去赌场跟人说 然后借了钱 然后去赌博 欠了完钱之后 就没法还 你别看他挣得多 我查了一下资料 他在16年的时候好像说过有一个排行榜 他一年收入就到了大概6000万人民币 这6000万人民币很多 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有公布的一个统计 因为日本这边的明星逃税什么的可能性都不大 他大概来讲 顶流的明星 基本上来讲也就是个七八亿到十亿日元 也就到头了 大概相当于人民币的也是5000多万 也就到这个程度上 可是你们各位的新头号 什么你们老婆 什么新环节 新元节一 还有最高的好像是北野武 还是什么 他们这些人 然后能有收入 像零赖瑶 就是所谓的 你们老说叫奶瑶 奶瑶的 好像只有7个亿左右 好像是 我没太记住 你像张继科这样的 在中国远称不上顶流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明星 文体明星 那挣的确实是高了很多 高了很多的钱 像现在的这种金型的这种收入结构 当然了 很多人不喜欢 这个咱们到时候再说 他就是自己挣钱挣的不少 但是赌博这个东西是一个无底洞的事 有两个东西是无底洞 一个是吸毒 一个是赌博 吸毒其实多少还算是有个底 比如说像他们这种身家的人 你妈那把自己抽死了 他也抽不出那么多钱去 对吧 这是一个 那赌博是真的没有底的 那一点底都没有 对吧 你哪怕嫖呢 你嫖再怎么着 你身体还有个极限 就说张继科他身体好 运动员身体好 也不是这么个玩法的 所以就是说赌是最没有底的 没有底之后就借 欠了大概是连利息带本金欠了两千多万 然后就把景田女士的私密拍的两人在副节处的时候 私密的这种视频就发给了债主 让债主去找他找景田去要钱去 拿这东西当威胁 那债主脑子也有点贵样 就真的去找景田拿这个东西要挟他去要钱去了 钱还没要到 你想想看景田那是什么背景 对吧 虽然是说背景不算特别深 对吧 当然看跟谁比 弄你一个这种货还不是跟玩一样的事 咔嚼就进去了 七年吧好像是我记得是七年 然后这事就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还是保张继科还是怎么样 就是张继科没进去 实际上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事 然后这回被歇出来了 原本是这么这事是这样的 就是一帮小营销号 然后在做明星之类的这种八卦的事 就做这种营销号 然后踩一波打一波拉流量 就把这事隐隐回回就说出来了 说出来之后 其实没有起大风浪 您理解这事吧 因为没有人真把这帮人的话当回事 捕风捉影的事太多了 即使是说有点影子 也没有太当回事 没起大浪 张继科那块就觉得有点 尤其他的公关公司 或者是包括他的经纪人 就觉得这事不对 这不好 然后我要辟谣 然后我就去一套常规动作 发律师函 说我保留追究你这法律责任的权利 就这保留 其实一般这帮孙子也就是只是保留 他就只干保留这件事 其他不干 结果没想到把李维敖给惹着 李维敖惹着之后 一下就给引爆了 非常快的就整个圈子全都知道了 外就出圈了 您知道吗 夸击一下出圈之后 因为李维敖是干嘛的 李维敖是原来一个老记者 二十多年的老记者了 原来在南风报系这边工作 然后后来一直也从事过这些报道 在行内是很有名的一个深度报道的记者 他一出手 肯定大家觉得可信度很高 就纷纷在转发 而且他热搜很有可能 不一定是直接推上去的 很有可能是张继科的仇家 或者是其他一些人 就把这玩意给推上去了 就是我给你买这热搜 对吧 你自己可能上不去 我给你买热搜 就更多的到了这个层面上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 这娱乐圈的玩法 比如说你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你的什么人 他有黑料爆出来 但是黑料如果没有能够炸响 那不就一臭子 这个就不值得了 对吧 所以他们会竞争对手的公司 会替你去买热搜去 所以他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商店 我这只是随便说不做准的 不做准的 像这样的事情就爆出来之后 肯定就炸了对吧 大概也就是这么个事 至于说怎么评价这事 我就是只是在想 有时候 兄弟我虽然是在 跟演艺圈完全不熟 不是说不太熟 是完全不熟 但是我也有时候听过一耳朵 这些人 其实好多的 你们说女明星 如何如何 潜规则什么的 有没有有 其实确实不少 但是好多女明星也是真是恋爱脑 就是一旦恋爱上 甭管是激素还是血液出脑子 就经常干出这种特别不靠谱的事 包括去跟人家去拍亲密视频 就像摄影师陈老师 对吧 跟好多女明星拍那种照片 这个不是说两个人 说这个关系如何 陈老师是一个好人 对吧 他不会去主动去散发 但是这种人就怎么说 你不能够都拿陈老师作为标准 陈老师的道德标准 其实相当高的 对吧 他最多是多跟几个女明星交朋友 也就这样 这个不是什么大事 对吧 他不会干这种事 但是别人不一定 真的 有一回正儿八经说 当时这给我都吓坏了 我还不是什么明星明人之类的 我跟这姑娘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甚至于跟她聊骚都没聊过 平时非常正常的在交流一些事情 有事可能会问问我 有一天这姑娘喝高了 给我发了 她妈一堆裸照过来 我当时说你赶紧删了这玩意 我这块删了 我马上删 你那块也要赶紧删 你不要再给任何人发这东西 你今天给我发 可能还没事 你要给别人发 人家下回将来给你发网上去 那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你可千万别干这种事 所以那些女明星有时候这脑子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想的是啥 你这反正这种事就然后呢 就是觉得这个人还可以托付终身 明确的说圈里都知道张继科是一混蛋 对吧 那就是看对眼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说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不知道 这我也不太知道 从任何的角度而言 我都不太能够理解这帮这个白富美们的这个心态 这个确实是可能我还是见东西见的少吧 这个没太理解这个其他人的人生 这个确实是差一点 就这么个事 对吧 至于说有什么社会意义或者怎么样 反正最近呢 事也多 那你要是说这个东西是诚心抛出来的 去引开视线呢 这种阴谋论呢 这个也说得过 也说得过 对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最近呢 这个社会事件还是有的 而且呢 是比较严重的社会事件 比如说像这个飞车撞人 对吧 拿着刀砍人 然后飞车撞人至少有两次了 有两起了吧 是3月31号是一起 30号是一起 R29号我忘了啊 然后呢 这个拿刀砍人 4月3号 然后再 再有一个4月2号 好像是4月2号 然后呢 是那个4月3号 是又一起开车撞人的事情 都是造成群死群伤的这种情况了 那像这种社会事件比较多的时候呢 肯定会有一个 一些大的娱乐新闻来遮盖一下 这也是我党的一个 我党宣传部门的一个常规操作了 至于说是不是这件事就是如此 这个我不敢讲 对吧 但是呢 说起这个 说起这个最近的这个暴力事件增多呀 有一种解释呢 是这个春天到了 大家 按中医的讲法嘛 这个春天一到了 大家那个 开始这个万物复苏 这个心情开始躁动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最近呢 是这个经济上呢 确实是有问题 有问题之后呢 大家心里呢 都有无火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像 前两天重庆拿到砍人呢 然后是被 你说你砍人 他妈呢 你也找 你也找个 你也找个至少没人能反抗的地儿 结果在 我现在听说关心桥那 我一看那拿着那凳子 一堆 一堆拿着那厂那 我说得了 这他们是夜摊那儿 这夜摊那儿那地方 那那个全都是一堆长凳 各种各样的凳子 我跟你说 在街面打架呀 最牛逼的呀 是那个折凳 就是那个小圆的 能够趴一折起来 那东西打架是特别好 是打架的神奇 你拿刀 你扛不过那个 为什么 他一打开 你就能把你给架出去 对吧 一合上 就是一个类似于板斧的玩意儿 能直接抡起来这批 长凳 那种长条凳啊 也好使 武林中有一套专门的玩意儿练这个 叫凳拐 只要是这个凳子 如果你练过那玩意儿 你拿着一般的拿刀 跟人跟他扛 你扛不了 因为很少有刀 一刀能把这硬木凳子给劈了的 您知道吧 这哪不用硬木凳子 一般凳子 您一刀也下去 它下去 你也卡那了 他一拧 你这手上啪一拧 你这 他那平时拿的是 这两头嘛 凳腿朝前 你一扛一拧 您的刀就飞了 对吧 他那玩儿 轮开了 光机给你脑子上一下 基本您就可以进SAU了 对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呢 那个就被打得特别惨 那像这种 这个 这种事情最近出的多呢 我个人更倾向于啊 这个 后一种解释 比如说这个经济上的解释 因为 这个经济上 如果不好 就大量的人呢 就是他 他更郁闷 咱们有一句话呀 叫做贫贱夫妻百事 对吧 那个超级有钱人 他呢 虽然不是贫贱夫妻 他互相之间打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一般老百姓啊 就是夫妻之间半嘴 或者怎么样 那基本上都是因为钱 就是有一大半是因为钱 另外一半呢 是因为 另外一半呢 是因为孩子和老人 其他的都有 有够 其实那两个 也跟钱有关 你真是说你有足够的钱 你去支付这些东西 你也没事 所以呢 这人呢 就会在经济上出问题的时候 心情就不会好 那就 那就是会打起来 这个是一正常的事情 对吧 正常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这个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 经济上确实有问题 包括像这个 呃 就是 呃 就是采购那个 就是工业那个水准的数字 现在已经在融枯线上吧 三月份 一二月份还是挺高的 它已经超过了那个 超过融枯线的一个水准了 那现在呢 等于是又回到这个水准 啪一下就降下来 到五十 就正好是在这个 五十点零 正好是在这个这条线上 那三月份 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呃 旺季吧 但是也开始 旺季也是应该开始的事情了 那这个不是件好 不是个好兆头 不是个好兆头 而且是江浙两省的制造业呢 呃 大幅下滑 那个营业额 营收的这个额度是大幅下滑 呃下滑到了也几乎掉了小一半的水准 所以呢 经济上的问题还是蛮大的 其实这事吧 我倒是想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说这种中国式的暴力啊 跟那个美国式的暴力呢 有一个有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美国的那边的暴力 就是说用枪的这种东西啊 是比较多的 对吧 那它是因为它有枪嘛 中国呢 这个这种这种群死群伤的暴力行为呢 其实来说确实比美国要少 这就是从比如说十万人的比例当中 这个确实要少 那为什么这个原因啊 我后来想了想 那美国人拿枪 那您知道 我相信我的这个读 就是观众里有很多人用过枪 对吧 就是您不是去打人 您只好去打高把 您知道这个枪怎么使 那也有很多人应该也练过点刀啊 什么这些东西 或者是至少是 怎么说呢 对刀有一定的了解 我就请问请教一下各位啊 你们觉得是拿刀去砍人 让您就是您必须必须要那个弄死对方的状态下啊 咱不是说您说是刀 您更让您心里舒服一点的 还是用枪呢 对我个人是这样 如果说比如说某人真是招招着我了 说我跟他就是不共戴天之仇啊 对吧 我一定给他搬了 我刀法还可以 就是说呢 至少这么多年练过这个刀 也能也能够也能够什么皮斩之类的 架杀斩什么的也练的好久了 但是呢 就是你让我去拿刀砍人 我现在我真的不太敢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面对面那么近的见血 这个东西不是每一个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 年轻的时候啊 可能打几眼了还行 你说现在你让我去 我真干不了 那你拿枪行吗 哎 我觉得我拿枪心里让压力就小多了 这是在就是我必须如此情况下 我就没有什么必须的啊 当然就只是这么说 所以呢 美式的暴力跟中式的暴力啊 它是有一个有一个区别的 就是中式的暴力呢 它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 然后呢 眼睁睁的去去伤害对方 那这个东西就因为它没枪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它其实这个暴力程度 或者内心的压抑程度 对社会的这种 或者对对方 或者对社会这种恨意 是超过美国的 因为它的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压力会更大 但是它依然去这么做了 对吧 那它肯定的来说 它的这种这种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倾向 暴虐的这种倾向 是要高于美国的 虽然说美国是比较多一点 对吧 它只要枪 主要是枪之易得 并且是距离比较远 它动作小 它跟那个手里直接去直接拿刀去砍人 还是有相当的差异的 所以啊 就是讲这么句话 真的中国要是说真是有什么问题 这种暴力程度 我觉得会超过美国的 即使没有枪 这个你也能够从这个中国的历次的这种社会性的动动荡上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原来所谓的这个农民起义 对吧 所谓的什么太平天国 所谓的义和团 这种这样的这种暴力的水准 其实是远超于原 就是在那个 其实远超于西方国家的 而且是虐杀的那种东西就更多一些 这个是你现在很多人在讲说什么 什么美国人 那个什么在关塔纳摩之类的 你如果你看了中国的这些东西 真的那个东西不叫 那就不叫事了 都不用去那个去往追义和团那块 也不用去那哪 您只要去追到哪呢 就咱们去看一些 看一眼 这个刑讯逼供就知道了 对吧 那个李庄 李庄那个律师 他就说 今天还在推特上说呢 说刑讯逼供能到什么程度 拿那圆珠笔捅你尿道 对吧 这个是一种 可能各位没试过吧 您如果插过导尿管 你可以试试这事 对吧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然后捡开肚子 让你看见你肠子 那这个是 这真的是很那什么的 这个就是说 中国的刑讯逼供 你都不用看 不用看别的了 就这个 你关塔纳摩那个 那都是小事 那真的是小事 真的 在中国古代 让这种酷刑的上的这种创意 应该来说 就我目前所知道的资料 大概真的是 至少不敢说 比所有地方都高吧 但是也在全世界排名前三吧 应该能到这个水准上 那像这个 这种这种暴力 这种倾向 一直呢 蕴藏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 一旦说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是 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说 中国崩溃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这个 在中国的这种 这种心态 和整个整个社会的这种 道德水准呢 包括他的这个 积攒的这种怒气之下呢 真是说 中国要是说崩溃了 或者是说 至少经济上崩 哪怕是经济上崩溃了 真的是出会出大事了 那可能很有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事情 不是闹着玩的事 所以呢 就是说 反正 怎么说呢 心里挺不舒服的吧 大概也是 也就是这样 好 跟各位瞎扯几句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谢谢诸位 我先看着我 我们下来 我先看着你 我先看着你 我先看着我 我先看着你 感谢观看